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去做Facial 做Facial的時間要留意每個人的膚質不同 有些可能是不蒸得 不會蒸臉 有些不可以做針清 大家就留意 首先我們先幫客人清潔臉 第二個步驟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看客人皮膚的Conditions 究竟它們是否敏感 最近的狀況是怎樣 哪一部分比較敏感 或者哪一部分比較乾 所以跟客人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就會敏多點 這次我們和大家示範這個 Hydro Peptides Blueberry Peel Facial 即是藍莓果酸Facial 非常適合一些敏感肌膚 在冬天的時間去除多餘的角質 是非常之溫和的 我們的Facial就會包括頸和鎖骨的位置 我們做Facial的時候就可以保養頸皮膚了 時間就可以洗了 剛才的藍莓果酸 到了按摩的部分 我們會用一個特別調製的按摩油 加入一些舒緩的精華素 精油和按摩油 跟客人做一個很舒服的面部按摩 有很多好處 第一 可以去除多餘的水腫 臉部看上去不會包包面 而且臉部看上去都可以沾一點 第二 就是加速血液循環 之後敷面膜的時間 就會吸收很多 而且會達到最好的效果 最後就是這些精華素 按摩的時候 會讓皮膚吸收得更多 而且會快一點 都是一舉三得 接著可以敷一個有收緊 保濕和抗氧化的藍莓面膜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藍莓面膜 它的味道和顏色都很吸引 敷完面膜 客人就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香薰油 我們就會做一個Hand Massage 而敷面膜就大概20分鐘左右 這個正常的Full Facial大概一個多小時左右 就會完成 就已經完成了 整個面膜之後 當然要跟客人塗上保濕精華 日霜和防曬才離開 剛剛做了一個Bullberry AHA Facial 做完之後覺得皮膚很順滑 而且我本身都很容易紅 但它這款用完之後 在皮膚上都不會很紅 這樣就輕微的 而且也沒有刺痛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Facial做得非常好 除了一個果酸Facial之外 最後來敷了一個 都是Bullberry的 就是Facial Mask 但做完之後 開始覺得有點收緊的感覺 但做完之後 當然要清潔之後 覺得臉部好像很水潤 覺得這個面膜有即時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再來試試 所有的新客戶都會享有20%折扣 只限新客戶